我是一个出生在福建的澳门人 其实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说 亚洲有四条小龙 韩国 台湾 香港跟新加坡 大人们跟我说 其中有三个地区 是我们华人主导的地区 我们作为澳门同胞 其实也是感到鱼有熔焉 但其实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来看 中国大陆才是让西方看到 什么叫飞龙在天的地区 我们过去二十多年的成就是 我们的GDP的总量翻了十二倍 我们的人均GDP甚至翻了十三倍 我们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 那么我们每个人 其实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 每天都能看到希望跟未来 一个制度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无需罪言 因为数据会说话 那如果一个制度 它其实能够让政治稳定 社会安全 人满居乐月 然后经济蓬勃发展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好的制度